3月16日 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10名内地援港医疗队员 整装待发 准备迟缓香港 与香港医护人员一齐 全力以赴齐心抗疫 张医生是内地援港医疗队的 其中一位成员 出发之前 他的先生为他送上鲜花 并再次叮嘱 要注意安全 保住身体 早日开学 在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能够参与进去 参与抗疫 是我非常荣幸的 今次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派出的10名队员当中 有8个人曾经支援 2020年武汉抗疫工作 有着丰富的抗疫经验 这个武汉都有经验了 其实在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的专业 希望大家能延迈地完成日务 安全地回来 根据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省里面的要求 要求每一位队员 做好自己的防护的方式 连行我们的职责 圆满完成 严格的任务 这一天 中山大航孙日仙纪念医院 为15名内地援港医疗队员送行 在这15名队员中 有11名是90后 百年一间 秀子不乡 资源香港 我们同在 30岁的苏敏业 是一名护士 得知今次援港任务 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其实在5月 她即将和未婚夫举办婚礼 为了支援香港 她毅然推迟婚礼 身体健康 还有心理健康 做好防护 然后我从家里等着你回来 白衣天使 不畏奸险 焚用拼搏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 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依灵护士 也是今次医疗队的其中一员 2020年 她曾经迟缓武汉 累积丰富的 新冠肺炎救治 和防控经验 对于她来说 3月16日意义重大 这一天 不单只是她们出发的日子 也是她的生日 在出发前 医院的同事 都和她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许了一个医院症期间 有一些西湾疫情快离困定 然后我们五个家 就是外人产生 就是医院队伍我们呢 就是为了我们要做到零感染 像我们武汉一样 我们是零感染的 那我们有做 在这些天都有一个 再加强的一个练习 我们先前已经有 两批的医疗队员 已经到达香港 他们在根据前方反馈回来的信息的话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 应该是要去到香港的亚伯会 社区的救治中心 去进行这个新冠病人 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救治 白衣天使挺身而出 奋勇担当 舍小家为大家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 以高度责任感 完成今次援港任务 主任是 我 neurolog